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陷入僵局 而認真要說啊 這立法院公道博也不好當啊 你看韓國瑜日前就自嘲了 說三黨不過半 院長頭髮掉的快 不知道在今天 他的頭髮又要掉多少了 而且行政院的態度立場也很明確啊 你看到是卓榮泰的點菜說 就是強調說惡力不可開 但大家可以想辦法 希望呢大家是可以各退一步的 所以就要看今天的朝野協商 會不會有最新進度 當然總預算呢 對於中央來說是很重要的 但是卡來卡去 時辰延後似乎也早就成為常態 我們就要來整理 回顧一下在過去16年 其實不管是馬英九政府執政 又或者是蔡英文政府執政 當中有13個年頭啊 其實都是延後到當年度的1月份 才完成了三讀 而16年當中呢 就只有2012年 2016年還有2024年 是如期審查完畢的 而為什麼這三年速度會特別快呢 你會發現共通點 就是這三年都是大選年 所以在今天朝野協商會不會有進一步的發展呢 好 先來看我們的相關報導 惡力不可開 好幾個純純欲動擺在面前的很多的法案 都是完全破壞國家財政紀律的 那我萬萬不得接受 態度強硬表達立場 行政院長卓榮泰面對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平平遭在野黨阻擋 他表態願意在遵守法律 和財政紀律的情況下退一步 和藍白黨團好好商量 暗喻有好的開始 大家要互相各退一步 希望朝野協商之前 讓大家也重要的是讓在野黨團 看到我們有這樣的退讓 總容蔡在臉書發文以餐廳比喻立法院 餐廳老闆是藍白立委 行政院則是來吃飯的顧客 他形容他們帶了一千元來吃飯 是打算點四道菜 餐廳老闆卻要求加點第五道菜才要上菜 他們覺得第五道菜可以下次再點 但餐廳堅持一定要加點菜 要求更改點餐內容 眼看雙方持續僵食他們願意退讓 只要餐廳同意以後不會再要求加點 他們可以想辦法加點費用 不過只此一次下不為例 主榮他也表示 如果還是無法取得協議 將主張請消保官仲裁 餐廳可以決議把他趕出去 讓一切重新再來 但這種說法也被在野黨認為 是在暗喻立法院可以提倒閣 倒閣總統可以一起改選的話 那當然覺得大家就來倒閣 行政院長下台 總統還是愛清德還是民進黨 他到時候再換一個行政院長來就好 帶頭員工不要再堅持了 你的堅持就讓大家都吃不到東西 視線這個是如果萬非得已 最後的一個救濟手段 倒閣解散國會 這又是好幾步以後的事情 民意的反撲遲早會來 立法院內朝野間為了終於算案 針鋒相對 藍綠白瀰漫濃濃 嚴小偉 19號晚間島內的李國章對外公開講說 柯文哲對父親的病情是一無所知的 這使得民嘴抓到把柄批評說民眾黨說謊消費柯爸爸的病情 是不是想操作悲情牌來壓迫司法偵辦 他也不知道他爸爸在家務病房 柯爸也從頭到尾 從他還沒進家務病房的時候 他就不知道柯批現在在吐成 19號晚上民眾黨新竹黨部主委李國章在台上替黨主席柯文哲 十八號晚上柯文哲在北索人員陪同之下到臺大醫院探視病危的父親 但隔天晚上李國章卻在小層們面前說柯文哲什麼都不知道 讓民嘴黃志賢發文批評民眾黨利用老人身體製造悲情嫁禍司法 我們不會知道也不需要告訴我們 柯家也不需要告訴我們 這件事也不需要公布 我也不知道啊 我也不知道柯P有機會去看他爸爸 所以李國章又何必 又何必說謊的 民眾黨黨公職對柯家狀況的確沒辦法撩弱執掌 但當天柯文哲妹妹柯美蘭也在場 其實有機會可以更正錯誤說法 不過民眾黨黨內委員也喊話 希望柯爸爸不要成為炒作話題 我當時知道他爸爸進入住院的時候 我很希望柯P 我的好朋友柯P 有機會能夠去探望一下爸爸 就是這個是他是一向很 對爸爸媽媽關係關係都非常好 非常孝順的孩子 那這件事情我不懂 為什麼要讓別人來消費 柯文哲父親病情 突然變成關注焦點 柯文哲卻什麼都做不了 在看守所內恐怕輾轉難眠 記者來開錢內威拉台北採訪報導 嘗嘗嘗 明明開始 如果你跟上司 召喚 應該給大家看守所內容 我跟你想說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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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